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在接下来这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探讨 其实呢包括像是几件 选举案件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引发争议的 像是这个苏家全豪华农舍 还有梦想家案件等等 那么相继签结了告一段落 但事实上这只是形式上的终结 感觉上相关的争议还是没有办法平息 因此我们继续呢又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王社长要继续来跟大家来探讨 那么首先呢在这个第一个部分 梦想家当时呢其实大家都说 他们有经过公开招标 然后就指定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 来乘坐这创意设计的部分 被指控说是有涉及图利 那么当然呢在经过这个 好几个月的调查 后来呢是查无不法而结案 所以包括当时的马英九 还有当时的这个行政院长吴敦毅 以及呢前主委甚至人都已经签结了 不过要引发争议的是 原本一个好好的这个文化活动 但是总是呢最后牵扯到 这个政治选举口水 那么到底呢这个部分 社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想这个案子刚好发生在 总统大选的期间 所以他就可以说是无限上纲 那也不能说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因为的确那时候 为了两个晚上的一场戏 就是这个戏他只演两个晚上 他花了两亿多 那这个本来他的预算是只有三千多万 那就在一档就质疑说 那甚至呢你为什么把它扩充到 提高到七倍到两亿多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好像没有做公开招标的这个动作 他是做的一个是一个限制性招标 那其实从这个招标法里头来讲 限制性招标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 在这一个领域里头 你是很杰出 或者是说你曾经有这种经验的 办得非常好的 你就可以参加限制性招标 所以他不公开 不一定要完全公开 所以在这一部分 也就是那个法院讲的 就是说那这一部分是没有不法 当初大家认为是说 他一定有涉及到贪污或土利 因为两亿多元的一个秀 他把它 他不仅没有公开招标 他还把这一个招标案 分拆成13个标案来标 所以这个是有一点复杂 那事实上对文化界的人来说 我想就是说 在法的程序上 甚至他可能都很谨慎 所以检察官或法院 在查这个里头 完全没有查到什么不法 都是完全依法来做 那文化界为什么会这么的愤怒 就是说因为就是文化 通常都是要政府补助 要一点点钱都要得非常的辛苦 那为什么这一场秀 只有两天 他就可以花这么多钱 那其实他是买了很多的 舞台跟机具设备 那如果这个舞台机具设备 如果说就像那个猫的那个秀一样 在台湾演艺一年 那我们就不会嫌他这个 舞台机具是太贵了 他同样买了这么多的舞台机具 就这个舞台机具 不是属于政府的 是属于那个表演公众 好像就是赖胜川他们的 所以变成说我们以为是租来的 结果不是是买来的 买来的就变成是他们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在 这个叫劳务 或者这个或是财务的采购上 有不同的看法 那既然是查无这个不法 就把它迁截掉 这个你再回过头来 再看那个宇昌岸 宇昌岸也是发生在 总统大选的时候 就是说蔡英文家族 有没有因为 他因为是副院长之尊 然后在宇昌岸获利 的确他们家有赚了一些钱 其实也不多 一千多万 那后来他因为 种种原因 后来他就请辞了 那那个时候也 大家也认为说 蔡英文还把这个官员 叫到他家去跟他简报 什么的 弄到之后 蔡英文那个案子也是签结 也是查无不法 那只要是查无不法 我们现在就说 绿营就说 只办绿不办蓝 那这个也 只办绿不办蓝 这个也是很政治 非常政治的一个语言 就是诉诸于 大家现在就说 对司法的公信 完全溃题 就是说 林毅寺案到底是 办绿还办蓝 办蓝 但是他们总觉得说 不是只有林毅寺一个 还有更多 你怎么只办到这里为止 那梦想家 他们认为说 马无胜三个人 都应该会有事 现在 不仅那个连 全部都没事 都没事 他说甚至人是 主委怎么会没事 那甚至人他 过去他办过天奥 我想他 他是一个政治学者出身的 他对这一方面 法律这一部分 他很清楚 是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 只是说对文化这一块 他毕竟不是文化专业出身 所以他在办完天奥之后 然后办这个梦想家 他大概真的 不是那么清楚 说一场秀要花多少钱 所以这一个就是说 所以这个 那个签结书里头 也有提到说 他有行政责任 必须负 行政书司 不然文献会 花这么多钱 对 那人民观感很差 行政书司 既然没有不法 那有行政书司 那他就要负政治责任 那他已经负政治责任了 因为他下台了 那时候他为了要保 马无的选情 怕这无限上纲 那时候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两亿被形容说 可以给小学生 吃多少营养午餐 吃好几年的营养午餐 所以那时候 为了马无的选情 他就 他就请辞了 这就是他的政治责任 那现在下来一步就是说 你在看 这个苏家泉的农舍 是由监察院来弹劾 为什么弹劾他 弹劾理由非常简单 就是说 你干过内政部长 你干过农委会主委 你非常清楚 我们的土地政策 我们的农地政策 结果你还这样子 去盖这么大的农舍 那苏家泉面对监察院 他是拒绝约谈的 拒绝被约谈 所以监察院完全是 自己就是说 完全不被信任的 那现在监察院 在看梦想家事件的时候 他说他不会因为法院 判签结这个案子 就放过 这个盛智人 他们的行政责任 那既然法院也提到 他有行政责任 那会不会就是说 比照 这个农舍去弹劾甚至人 但是这个弹劾都是 无济于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都下台了 其实大家想 比较好奇的是说 其实这几个案件 当然一定不只是 这几个案件 我们所看到的 这样的影响 包括说像是 以农舍来讲 可能这个乡村里 有很多这样子 一个情况发生 但是似乎是 只有针对性 而且办完 就也没有再继续探讨 接下来所面对的 一些问题 那是不是这个部分 社长这边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说接下来如果说 要做的话 要怎么做才会更好呢 这个非常难 因为台湾的 很多的农舍的问题 都是这样 你看你到宜兰 去看的话 有很多那个 两瓶的农舍 他们叫重农舍 因为先战先赢 他希望能够就地合法 那如果苏家群的农舍 都可以就地合法的话 那这个很多人就 会抢劍 那我觉得就是说 台湾是非常 潜谍型的社会 包括媒体 包括我们的政策 当一个选举来的时候 大家把K这个事情 K得很 哇 望恶不赦这样子 但是这个选举过去之后 就如同你所说的 这个政策 对或不对 这个豪宅 合法或不合法 就没有人再去追究了 就比如说 苏家权他为了选情 他把农舍捐出来了 那监察院现在去弹劾他 事实上他现在不是公务员了 那弹劾他 然后那个农舍的名字 又是他太太的 他是弹劾苏家权 所以这个让人家感觉说 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标准在哪里 标准在哪里 就弹劾的一个标准在哪里 如果 我就看这个事情 如果以这个标准 那个梦想家的事情 既然法院也讲说 有行政疏失 他要负政治责任 那这个大家就会去看 今天台湾下一步 会不会去约谈 甚至人 那会不会做出 对机关是最纠正 对人就要弹劾 所以这个 我觉得台湾就是说 非常民粹 所以现在讲事情 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政治人物 对任何一个案子 丢出来都是说 只办律 不然你不办懒 那我就在讲 今天还有一个案子 就是吴乃仁 他帮那个杨万进 报销这个交际费的问题 一百多万 那个也不起诉 没事 那那个秦日新 那个外交官 不是送个珍珠项链 给这个什么日本的好朋友 然后也不起诉 所以就是 其实你仔细给他看 我们认为很多事情 还是要回归到法院来 是 回归到法院来 回归到法院 那就是你司法体系 你要怎么做到 让人家尊敬 觉得你真的是独立 你没有被政治所渗透 了解 好 今天非常感谢 王社长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探讨了 包括这个内忧外患的部分 以及种种的这个政策方面 我们应该要怎么来行走下去 才不会引发更多的争议 谢谢王社长 谢谢王社长